HitFM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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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'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然 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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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末 是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Hit周末 这里是海带范园播放 北部107.7 中部9.5 南部90.1 宜蘭97.1 花灯107.7 我是Gigi 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其实我认识她 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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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而且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方久宾 Hello Gigi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改变 就是真的成熟了 变男人了 因为我记得年少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 那时候还是男生团体的时候 对 然后坏人的时候我们也有碰到 坏人坏人的时候 对 都间隔蛮长一段时间 是 对 这次又等了两年 对 这次算快了 到底为什么每一段都花你这么长的时间呢 对 你是一个很要求的人吗 我不知道 当然要求是一定啦 我觉得每个做唱片都做作品都希望是做到 都会有要求 是 这次带来了最新的专辑 是 这张专辑为什么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呢 因为我知道你除了作曲之外 编曲也是你词也很多也是你做 而且你还是制作人 呃 是 天呐 嗯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 Be in love 然后我自己本来好像我的一些 跟人家通讯的比如说Lion什么 我都会用这个名字 就是Bean嘛 哦 Bean 然后一个一个上面那个叫冒号 对 然后IN嘛 这个是冒号吧 我不要点符号不是 我不要点符号就是逗号 挂在上面的 对 然后IN就是Bean Bean in love 然后 然后拆开念就是Be in love 就是Be in love 一直在爱里面 在爱里面 然后我都唱情歌 然后公司他们有看到这个也有说 欸 蛮好的 可以拿来当专辑名称 所以就直接用了这个当专辑名称 对 那我想先来问一个问题 Be in love 啊 都 人世间 人在世间都会有各种的感情 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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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这一套 欸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真的很用心 就是 不管是说 这个等一下再来问你 对自己要求的部分 嗯 像在呃 专辑设计的部分也是 是 它的这个完全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对 因为它是 嗯 都是纸啦 其实里面就是比较 環保材质 对 不同材质的纸张 对 没有塑料 是 对 所以丢掉的话也可以 再 没有人要丢掉啦 哈哈哈 开玩笑啦 因为因为就是 它是那个环保材质嘛 是 可以再循环的一个材质 对 而且在上面就印了一个这个 音符 嗯 因为它音符是一个 有一个十字 嗯 就是像那个医疗 医疗的 就是 音乐 哦 我知道 红十字 就是你的音乐可以疗愈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疗愈的一个概念 了解 计划设计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特别做了一个这样 而且其实连这个歌词本上面 也用了一个浮水印的十字音符 对不对 对 而且这次有一点做双封面的感觉 就是正面是我们看起来像冰山 嗯 然后背面呢 背面是一个对 有点像是在草原里面的感觉 对 对因为企划是觉得我的个性是比较外冷内热 嗯 所以它就前面来一个大冰山 后面来一个温暖的感觉 嗯 就是正面是你给人家的感觉 嗯 看第一次看到你的感觉 跟你不熟的朋友的感觉 但是后来认识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一个很温暖 嗯 的人 别人也 就是他眼中我是这样子啊 是 嗯 好 所以就有这个双封面的概念 是 其实这次也很多这个情歌 对不对 噢心绿血的情歌 对 情歌里面 只有一首是 像一千个晚安是 嗯 大剧的 是跟心情有关的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歌是 讲毕业的 嗯 同学 就是毕业大家各自奔 奔向未来 然后一个祝福 这样的心情的歌曲 是 但是我想问就是 这些曲音都是你自己写的 所以每一首歌一定在 呃你的 创作的当下都有一些 灵感的来源 嗯 那像一千个晚安呢 因为还没有填词之前 嗯 应该不是 是这样的感觉吗 啊 这首歌因为是为了那个 电视剧嘛 一千个晚安 特别 特别量身定做的 特别量身定做的 所以 比较就是看着剧本 去感受 然后从里面的女主角的角度去 去写了一首歌 嗯 对好 那其实整个这个马拉松式的 专辑剧作期 嗯 这次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呃 我觉得其实 因为自己 这次负责太多部分 有制作 还有编曲 还有写歌 所以其实 就需要 比较多的时间啦 嗯 然后 以往的概念会觉得专辑可能在 半年前开始做就可以了 嗯 可是后来因为 对自己做太多部分 所以就 就发现一边做 就一边来不及 所以就一直演 一直演一直演 就一直演 但也是因为你听了之后 你想要要求更好 嗯 对因为有一些是 像你说 呃 制作的部分 嗯 或者是 呃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如期的 嗯 呃 状态比如说声音哑了 对因为在录音的过程 你突然失声了 对啊就是 没有声音了 对 就是压掉 为什么 因为就是 太 多东西挤压在一起 可能就没什么睡觉 没什么睡觉 声音就会 就会压 是 然后你也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吗 呃 你 你所有东西压缩在一起的时候 又希望把它做好的时候 嗯 一定一定会有压力 嗯 而且我们都知道睡眠非常的重要 对对声音 对 因为真的 有点熬夜 隔天就已经是有一点 嗯 不舒服了 是 何况又是长期 是 所以就回去休养了 回去 就 有时候录完了 但是就是 不好声音状态 嗯 所以重新再录这样 嗯 就会花比较多时间 嗯 但那 那个状况之下 其实不适合在 嗯 但是 继续日日夜夜的工作 对 对 所以中间也有 休息的时间 嗯 所以就会变成更 更 更拉长 更拉长了整个作业时间 等于你好像中间还有回去闭关 对不对 啊对有回去冰城 嗯 休息 休息 那时候是声音比较雅的时候 嗯 就回去休息 然后就写了一首 就真的有好好休息嘛 也有 但也在那边也写了一首 歌 专辑里面的台语歌 诶 台语歌 是 海风的歌 对对对 我讲对了 Amazing 所以你怎么会知道是那首歌 因为我有听啊 好好好 我整张专辑都听完了 你怎么这么可爱 好 因为我有听 海风的歌 所以你本来不会讲台语的 我台语很烂 嗯 OK 对 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有啦 因为这首歌 其实内容讲的是 离开自己家乡 它不是完全台语啊 其实是完全台语 完全台语吗 可是我在听的时候 中间后面 我觉得很不像台语 对可能有 我有问一些 台语比较好的 台湾的朋友 我唱得像台语嘛 他们说像是台语 但是 有一些腔调 我还是会不那么完全的 哦 所以你本来不会讲台语吗 我本来是讲福建话 我们 有点不同 我知道 对 我家乡 冰城是讲福建话 所以你有特别去学 为了这首歌 也不用 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那个地区是讲福建话嘛 所以台湾的台语歌曲 在我们那边也很流行 很受欢迎 对 所以从小就听很多福建歌 所以也会唱 台语歌 听很多台语歌 所以才会写 但是唱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点 但 有一些朋友说 这样也很好 就是有 有你的感觉 对 对 这个写台语歌 跟写国语歌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 会不同 其实 那个韵语不一样 对 不论你是唱粤语 或中华语 或者是福建 还是台语 因为每一个语言 有它自己的那个腔调 对 有一个起承转合 是不同的 对 就跟你讲话的调是一样的 那你在唱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情感 跟那用字的语气 它会比较是那个样子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要 以那个为逻辑去写 那就不 就会很不像 所谓的韩语歌的感觉 我懂了 对 对 因为那个flow 会不太一样 对 flow不一样 就是你用字的那个 导音啊 或啥或啥 所以你有试过 用国语歌的写法 唱台语歌 是不成立的吗 其实有很多新台语歌 就是这样子 就是完全没有去管这个东西 然后去照写 但我这个算是有 有在那个flow里面 对 因为你有那个感觉 对 对 因为台语歌 有些就是会有点苦啊 或是有一些很多 深层的故事 对 沧桑 对 所以那时候就做了这首歌 对 写了这首歌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啊 海风的歌 对 是 今天真的很开心 又再一次请到阿斌来我们的节目 是 因为好 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对不对 然后这次带来这张最新的传辑 是 Be in Love 是 刚听到就是在这个 Maisa回去 回去冰城休息的时候 嗯 然后突然就有灵感写了海风的歌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会 对 接触大自然 然后运动 其实会释放很多的压力 对 那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喉咙才好了呢 嗯 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好长喔 公司人应该都紧张死了 就 因为我之前都是不吃药 嗯 嗯 自然疗法 对 可是后来不行 就后来去看医生 然后 他说我是生带水肿 哦 因为太累了 对 然后又过度使用 对 所以就 吃吧 对 好 那我想要问的是呢 在这整个制作的过程中呢 除了 那时候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然后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过程中吗 嗯 嗯 自己担任制作人 应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之前就有 上一张就有做 对 可是上一张 有一部分是跟 别人合作的 别人合作的 有一半是完全自己做的 而且你这次又写了大量的词 啊对 就是跟以往 比较 多一些 都是以曲为主 嗯 对对对对 这一次也 比较多的歌词 嗯 相对来说啦 嗯 那整个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最难忘 或是觉得 最难忘啊 最累的 最痛苦 最开心的 痛苦的 比较多 哈哈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做了 就因为 一直重来这样 如果下次 如果下次 时光机器回去重来 是不是 所以就才有了这首歌吗 但我知道这首歌是因为你看了 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 对对对对对 是 对 如果再让你做一个选择 你会再想要自己把这些都揽在自己身上做 现在再回去吗 对 应该还是会吧 会 会把很多 没 觉得没做好 修正 修正 每次做完一定会还有 这个当初没有做好 那个地方没做好 嗯 对我会回去把它修正 真的很要求 要是我就觉得算了 我才不要做什么时光机器 对 对我真的一直在修正的过程 嗯 对 很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因为你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可以听到一张这么棒的专辑 因为那个想法是这样 其实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 很多以前的歌 是 然后现在听到的状态都是很好的 嗯 很经典 那当然你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出来以后 可能很多年以后 嗯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大家听回来 那作品还是很好的 对 所以我会以这样的一个 会想要要求自己 对这个角度去想 现在听OK 可是三十年后听还OK吗 嗯 那我们今天要给你一个考验 我们要现场自弹自唱 啊 好 OK 歌任你选 歌任我选 就是这张新专辑的 好啊 你想要弹唱哪一首呢 嗯 现在的这个moment 这个当下 这个当下 这个当下就回去 哪一首歌最有feel 那就时光机器吧 一直很想回到过去修正一些东西 回到过去 如果不是回到这个 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 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啊 对之前大家都有问我啊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 很多时期 很多时期都想回去 嗯 对 你好好想等下再告诉我们 好 我们先来听你 自弹自唱这首 《时光机器》 好 《时光机器》 《时光机器》 《尽胜到三宝》 《尽心如画》 《如圆》 《我已经坐在时光记忆》 《吉他里面》 《我讲到铮锁时间》 《回到那》 《从前》 《梦会实现或湮灭》 《就让这一幕上演》 《为了能再见到你》 我不惜一切 我已经坐在时光积极里面 白美的画面 我紧紧闭上双眼 还在我心里浮现 当速度超过那光的瞬间 我们就能够在 前面 细节会比较多一点 太好了 谢谢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问你 好 刚刚就有想到回到很多不同的 对 是有想去修正一些什么吗 都会有啊 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了很笨的事情 是因为巨蟹座的个性都会讲吗 是这样吗 其他人不会吗 我是不想回去啦 我没有欸 那我们现在开放问嘛 大家可以上网回答我们 那或者有没有想要回去 就是一些美好的时刻 我觉得可能顶多是可能 当一些别离的时候 然后你可能刚好那个当下 你真的没有办法到那个人身边或什么的 所以你可能想要回去 然后可以尽量多陪他一下 对 如果是我啦 对 那其他的我好像 其他的还好 就是做错语就算了 算了 很会逃避 嗯 这样也很好啊 就是活在当下 嗯 对 所以那时候看了这部电影 就让你有这么记忆深刻的画面 嗯 因为那个他里面的故事嘛 就是一个科学家 然后他跟他的就是未婚妻去逛公园 然后就是遇到劫匪 拉持之间然后劫匪开枪 然后他的未婚妻就 就那个离开了 所以他后来就是每天 在研发这个时光机 嗯 然后到他研发出来以后 他那场戏啦 他在那个 坐在时光机里面 要回去的 那个 我觉得 那个演员的那个情绪是非常的 嗯 对 很打动人 很打动人 所以我就才写了这首歌 我好像也是看了你的报导 我才想到我好像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你看有才华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写了一首歌 我就是喔原来我看过这部电影 好像很感人 好像想起来 对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过程 我大概记得 对 所以那时候就给你了一个这样的灵感 对 所以副歌才会是 我已经坐在时光机里面 嗯 是 哎呀 对 好 原来就其实背后也有这样的故事 对 好 是 我想先选一首我喜欢的来放欸 好啊 你喜欢呢 我喜欢Rump 公 音 飞 好 这首歌 毕业的歌 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吗 毕业的歌 这首歌其实先做 好有画面喔 Rump 公 音 飞 对 先做曲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不知道这个曲 就 跟一般的曲不太一样 是 然后就一直不知道要写什么词 嗯 然后跟 后来就是 跟那个 徐世珍老师帮我写的词 嗯 后来就想到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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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所以就想说来写一个 就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各自 往未来 奔 飞奔 然后大家一个祝福 这样的心情 往不同的方向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一个 毕业的祝福的 原来这是给毕业的祝福的歌 对对 所以你那时候写曲的时候 是 当下是什么样的灵感呢 当下有时候我作曲 有时候会 纯粹作曲 有时候会拿别人的歌词 嗯 就随便有一些字 嗯 然后我就 都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就直接来 就用那些字来 就是乱唱一些旋律 那这个歌我可能就是 当时就是拿别人的歌词 然后就对了 唱完之后 对唱完之后就觉得 嗯 因为有时候有文字在 嗯 你比较有那个讲话的 是 有一个说故事的感觉 嗯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给毕业生们的 让蒲公英飞 是 用河照来纪念 一起一回的珍贵 名字变成名片 心里的爱不会变 阳光正在预言 未来如此的谣言 到时候还会再见 放手让蒲公英飞 是的 刚刚听了那个G 很喜欢的让蒲公英飞 还好我有问 我才知道 这是给毕业生的歌 然后才知道原来 因为我就觉得这首歌 有一种甜甜的 然后 就是很松 好像在飞的感觉 对对对对 原来是因为这个想法 是 对不对 那其实专辑里面每一首歌 都有不同的故事 嗯 等一下我们会再来问你 好 但是现在呢 我们想要知道呢 这个阿斌会推荐 什么歌给大家 哦对推荐一个歌 你平常都听什么样的音乐啊 我什么 其实什么都听 什么都听 摇滚的嘻哈的 都听 电音 对电音对都听 电影配乐 电影配乐 就是看到电影的时候 有感觉的 喜欢就会 所以去找这样 嗯 对所以现在要推荐这个歌 我想到一首歌 因为我最近 我的家的阳台 有飞了两只鸽子 两只鸽子在 去竹巢吗 然后在那边下蛋 好酷哦 然后之前敷了几次都 还没敷出来 嗯 对然后因为它 经常那个时候是 它敷蛋的时候 只有一支在敷 嗯 然后它们会轮搬 白天是 两支轮流敷蛋 对对对对 白天是爸爸敷 然后半夜是妈妈敷 对我还 但你知道你不能看它们 你不能被它们看到你在看 我一直都靠很近去拍照啊 哈 你要给它们一点距离 因为我朋友 它们家也有飞来 然后它就是成功生了 就是因为 而且好像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 一直有鸟来 哦所以不可以太靠近 不可以太靠近 太靠近会生不出来 它们会太紧张 哦 好像不能靠近 就是要给它们一点距离 我之前都已经 你知道 靠近然后给它吃的 然后 它们有吃吗 有有吃 然后 后来因为我靠近它 然后 它没有再敷蛋的时候 它就会飞走 它如果它再敷蛋 它就不会飞走 然后我靠得很近 然后我还摸它尾巴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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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是因为这样 所以敷不出来 因为你知道 你一摸它就 扭起来了 抱歉 所以那现在它们 还在我家 还在敷 好像要在身心的蛋吧 然后 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怕我了 因为我每天给它们吃的 所以就会靠我很近这样 哦 OK 对 然后那个时候才敷蛋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到一首 那个 沉沉的歌 为什么 风筝啊 那那个歌词讲什么 啊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 所以我将先叫你手中 却也不敢 却也 怎么却也不敢 飞得太远 哦 就是 诶 它可能 它一个飞走 但是没有飞很远 嗯 因为它是关心 等它这样 然后就一直想到 沉沉这首歌 哇 诶 所以今天是要介绍 沉哥的这首风筝 诶 诶 诶 那我 第一次听到 鸽子会轮流两个来孵蛋 诶 我不知道诶 我一开始 是哦 会轮流这样孵哦 没有 我一开始不会分辨 后来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我一直拍她照片 然后就发现不太 脸长得不一样 那个头上面的毛也不一样 脸也不太一样 哦 它们有两只同时出现过吗 有 现在就是两只都在那边 哇 它们会不会已经习惯被你喂养 没有 我第一次发现是因为我看到它们轮班 好可爱哦 对 通常 就人家说它们会愿意竹桥 代表你那是一个好地方 你要发了 是这样吗 对 就说是福地啊 它们就是会找好地方 就跟燕子一样不是吧 是有分 是有分鸟类吗 鸽自己说什么 没有就是都是好的 嗯 就是它们愿意去竹桥 就代表那个地方是个舒适的地方 但是我的阳台现在变得很脏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种植物什么的吗 阳台没有 但现在 对 都是那个 没有植物它们也在那边竹桥哦 对它就自己在一个角落竹桥 嗯 前几天台风的时候 它们就躲在那边 哦 好棒哦 给它们有一个家的感觉 是 嗯 你试试看不要离 不要离它们那么近好了 哈哈哈 我现在是用吸引的 或是傻 那个卖力在我面前 哦 让它们 让它们会走过来 那搞不好它们已经不怕你了 嗯 慢慢的 对 会不会接下来就住在家里了 哈哈哈 对 应该不会 我会把门关起来 接下来就往家里面住 有一天你就看到它在开门 有 有一次 我好像忘了关阳台的门 嚇我一跳 然后我看到它的排泄物在我的客厅中间 哈哈哈 然后因为我给它吃的那罐卖力 嗯 就摆在客厅那边 哦 他可能看到那个那罐东西 想来吃 然后门没开又跑进来 哦 对 但是也是因为这可爱的故事 是 今天就介绍大家这首歌 是 好经典哦 我们来听陈生的风筝 我是一个 唐环有 自由 的风筝 每天都会让你担忧 如果有一天 你是风筝 要如何回到你身边 唐环有 自由 的风筝 每天都游戏在天空 继续回到今天的HIT周末 就是阿兵正是一个 呃 想象力嘛 感受力很强的人 就因为这样也会想到一些歌 嗯 因为我们都是在写歌嘛 嗯 最近还有什么给你很大的启发呢 在生活上 除了鸟来煮草 鸽子来煮草 除了鸽子来煮草啊 嗯 在忙宣传 虽然都在忙宣传 嗯 但是也稍微放松一点点 因为之前就是 就一直熬夜一直熬夜 嗯 所以现在就是争取时间 多睡觉一下 嗯 你作品交出去的那一瞬间 应该有 哼 其实是有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觉得 还想改 想修正 我就知道 气死我了 你们这些 还想要改 想改什么呢 我觉得你不会有满意的一天吧 嗯 会啦 会啦 会喔 十年以后 嗯 最想改的是什么 调整 可能就是一些厚厚枝的部分 我觉得已经很好啦 嗯 对 OK 谢谢 好啦 创作者都是这样 对 嗯 所以你在生活上也是一个这样很要求的人 呃 不一定看 看什么事情 可能 大家说 欸你有没有 可能吃东西的部分会有 嗯 这样子 吃东西的部分 你有什么怪癖 呃 就是可能朋友 比如说他们吃一些烤焦的东西啊 哦 我不吃 对对对 但是其实有一个报导证实 吃烤焦的东西是不会致癌的 哦 是健康的 是没有讲到健康 但是就说不是致癌的 对 因为那个烤焦好像是carbon嘛 有一些 对 是有点像碳 对 然后也可以帮你吸附一些 脏的东西 对 对 但是过量还是 但是我也没有想要吃烤焦的东西 对 我就是会把它剪掉 对对对 应该我就是 这个习惯 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 欸 这样很 很 洁癖的感觉 啊 我觉得很健康啊 对 所以还ok 因为我也会把它剪掉 这我觉得ok啊 ok 你有不吃不敢吃什么吗 不敢吃什么 嗯 一些什么昆虫 哦 这当然啊 那很合理啊 那很正常啦 对 哦 因为那个冰城会吃那个蟲蟲 也不会不会 不会 那是哪里啊 泰国吧 我之前在泰国 没有 我朋友现在在马来西亚 他就吃那个蟲蟲大餐 哦 那个属于他个人的 欸 他应该很少吧 我看比如说泰国之前有看过一些 炒的 一些摊子 灰出来 上面就是各种 对 有天蝎啊 蝎子啊 什么的 对 蝎子啊 什么的 哦 炸蚂子啊 不是天蝎 天蝎是一个座 天蝎 有蝎子 我看到我朋友在马来西亚 PO的是一个很像毛毛虫的那种 啊 当然任何地方都有人去吃啦 但它不属于一个普遍的 狭门套 想到我就觉得好可怕 那你很正常啊 还蛮正常 不吃虫很正常啊 但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没有肉吃了只能吃虫 嗯 嗯 只能靠吃虫不充蛋白质 好可怕 吃素好了 怎么会讲到这个啦 好啦 其实每一首歌 在呃 创作的过程中 你都有很多的画面的故事 跟类似感 嗯 像专辑里面有一首 把你还给你 是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这首歌其实就是 嗯 放手 在爱情里面放手啦 其实这首歌讲的就是放手 嗯 然后那 因为 说把你还给你 其实 真正也没有谁是 属于谁的 属于谁的 然后把你还给你 就是以这样的概念去 讲 放手的状态 嗯 其实放手觉得是 最难的一个功课 嗯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不甘心啊 舍不得啊 嗯 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嗯 对 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嗯 还 我觉得分手的时候 无论是说分手的人或者是 被分手的 被分手的 其实双方都会 嗯 难过嘛 因为毕竟都是 相爱过 然后也建立很多的 共同的很美好的回忆 是 对我觉得人嘛 就是有情感是一定很正常的 一定很正常的 对那这次MV也找了王靖一起合作 嗯 是 跟他合作感觉怎么样呢 啊跟他合作 我觉得他好专业哦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有一幕是 像导演部会拍 比如说带到他的表情的时候是 带我的背 嗯 然后拍我表情的时候是带他的背 嗯 可是 在拍他的背的时候他演 他也在演 可是他演的跟拍他脸的时候是一样的 因为他整个情绪都在 对 所以就觉得哇 很敬业 很敬业而且 很厉害 就是整个表演 嗯 而且他可能也在帮你把情绪带进去 嗯 对 这次拍了很多的MV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啊 最近拍了一千个晚安 嗯 然后把你还给你 给你 时光机器 一千个晚安算是 只有我只有唱歌的部分啊 主要是那个 戏剧的画面 嗯 然后只有 把你还给你跟时光机器是 有互动 对有有有互动 嗯 嗯 我觉得都还蛮酷的 这次的MV 而且时光机器 我看到有用很大量的那个烟雾的感觉 哦对对对对 然后你再谈刚起 对因为他 导演就是 有用那个电梯 嗯 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 时光传说的媒介 时光机器的概念 对的概念 所以 呃 我在里面唱歌或者是有 戏剧的部分 他就是可能有一个区隔吧 嗯 嗯 我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吸了不少烟 没有 哈哈哈哈 就是要营造这个有一点 梦幻穿梭的感觉 嗯 嗯 虚无缥缈的感觉 对 对很神秘 而且导演 对因为他用的手法是比较 因为我看的戏是有一个故事 真的有时光机器的 那 导演在拍摄的时候 他是以这种概念 但是是 比较 怎么讲啊 比较 不那么具象化的方式 比较抽象的 抽象的去呈现 就找一个物体代表 对 他的概念 所以物这个东西是 必要的东西 嗯 对 就是太写实的电梯 大家想说 他为什么一直在那电梯上 所以太写实 他就没有那种 嗯 那个美感 梦幻的感觉 但是 整个过程 真的很棒 对不对 也算是又远了一个梦 这个自己喜欢的电影 是 然后你写了一首歌 也拍了一个样子 对可以更完整的 去呈现出来 嗯 专辑里面 你自己最爱的是哪一首啊 最爱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很难回答的 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 对 那哪一首让你最 啊 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就是可能他不好表现 或是他在制作的过程 真的最花你的时间 呃 都有各各各不同的难处 像台语歌是有一些字很难唱 然后 或唱了之后觉得怪怪的 嗯 就不太好 就一直回去重唱 嗯 然后 有一些歌是 当时声音状态 真的是太雅了 嗯 像在录暂停的时光的时候 嗯 一开始声音就很雅 所以后来又再重新去录 所以每一首歌都有 每首歌的 都有不同的故事 露营的故事 嗯 嗯 嗯 然后 最喜欢吗 我觉得像 时光机器也很喜欢 嗯 然后 一千个晚安也很喜欢 嗯 对 你问我都不准 而且他每个都要讲 他说 把你还给你也很喜欢 海风的歌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再讲下去就会 对 就会每一首都讲出来 好那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像你弄我弄 嗯 我正想讲 因为其实专辑里面 我找了两位 朋友一起合作 合作 对 为什么当初会选他们两位呢 是直接歌就想到他们 当然是因为同公司 哈哈哈哈 喂你好老实哦 哈哈哈哈 没有啦就是像怀昊 我那个时候就我们 常常有在聊音乐嘛 然后我在做这个专辑 差不多做到第六首 第七首 嗯 想说找他一起来 嗯 来玩一下 来写一首歌 嗯 用在专辑 你弄我弄也是专辑里面 比较轻松感觉的一首歌 对对对 是最轻松的 对 因为其他都感觉有一些 沉重的故事在里面 对 都是比较 因为那时候就是把我以前到 后来写的歌 就是挑一些好听的 嗯 喜欢的 然后这个算是比较 欸不一样的 就是然后找他来合作 对 然后也是聊天 然后那时候也不是说 要聊出要写什么 嗯 他自己就讲说 我一直在抱他的聊 他一直在讲 他就 OK啊 反正已经讲很多次了 就是他 他就说他喜欢一个女生 他都会很保持距离 然后 若即若离吗 也不是 就是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然后装得很不在乎那样子 那女生可能真的不喜欢他吧 他 他好像担心说如果他喜欢那女生被知道了 可是女生没有喜欢他 他好像会 不知道是不是没面子或什么样 他自己也没办法解读这样的心情 哦 对 那就是很喜欢他吧 对 有时候 嗯 然后我就 我觉得那女生知道 所以才会跟他保持距离 不是女生跟他保持距离 是他跟那女生 哦他跟那个女生保持距离哦 对 我说你喜欢人家 然后你还这样子 不就很奇怪吗 你应该要去 想办法 当然不是太骚扰人家 你应该要去 让他知道 让人家知道你 对人家有好感 所以你浓我浓这首歌是这样来的 对 然后他讲完这段我就写了 第一段 每次见到你我 总是说不出口 我对你最真实的感受 哎呦 所以 是他讲出来了吗 我不知道 他说是以前的 哦 过去的事了 后来我们就一起把它写完了 嗯 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歌 他就很轻 然后我想说 不要这么轻 我们要勇于表达 是 所以后面就写的 比较奔放一点啊 我们要你浓我浓啊 要互相敞开心房啊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专辑里面 那个情绪最高昂的一首歌 嗯 欢乐的情绪 对啦 欢乐情绪最高昂的一首歌 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这首歌 嗯 好不好 好 不过在听之前就是要跟所有喜欢方炳斌的朋友说 就是如果想要知道你的最新的状况可以去哪里 follow你呢 最新的状况大家可以到我的脸书跟我的instagram 嗯 对 ig 就直接打阿兵方炳斌 方炳斌 方炳斌 就可以找得到了 是 好哦那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欢乐的你浓我浓 谢谢阿兵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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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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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'm orong an orong i'm orong i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